對於指揮中心跟中央很多的防疫政策 為什麼現在民怨四起呢 而這個狀況也反映在TVBS給的最新民調上面 我們可以來觀察在蔡蘇良 他們的執政目前的狀況 大家買不買單呢 而根據TVBS的民調顯示 有36%的人是滿意的 但是48%不滿意 而這個數字也是他連任以來的低點 這個部分我們在觀察到的是 行政院長蘇貞昌的部分 滿意度大概也有34% 但是不滿意的是比蔡英文來的更高 有來到了超過50%以上 這個不滿意的比例呢 是來到53%的 那對此的話 為什麼會有這個例次低點呢 最主要的部分就在於很多的防疫 還有官員們講的話 民眾買不買單 顯然的話呢 是現在已經出現了滿意跟不滿意 出現死亡交叉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來看到的是民進黨的立委 高嘉瑜他怎麼說的 他說民進黨在防疫上面 的確有出現很多的缺點 那大家對於執政黨 其實不滿意度越來越高 他也認為這個是一個警訊 對執政長是很大的一個衝擊 這個是他們自己要去檢討的地方 那至於總統蔡英文 公布了這條民調的同時 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蔡英文的臉書 PO文為什麼被民眾罵翻了 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蔡英文說 今天基隆 他跟蘇貞昌院長 還有林宥昌市長 一起參加了2022城市博覽會的開幕 那這場博覽會能夠順利的舉辦 也展現了市長還有所有的基隆市民 他們在防疫上面的團結 努力的成果 這個時候還在大內宣嗎 因為這個出席相關的一個活動 跟疫情 很多當時疫情比較嚴峻的雙北 他們都希望總統可以來 可是總統不來之外就算了 現在到基隆這邊辦活動 他也就去了 到底為什麼很多的防疫做成這樣 可是他在臉書上面的PO文 依舊是如此呢 這個部分也被大家用放大鏡來檢視了 有網友就批評說 已經有那麼多人不幸過世 蔡英文還有心情去走秀 怎麼不去火葬場看看呢 所以在這篇的留言下面 有超過2000則的留言 灌爆了蔡英文的臉書 至於這個部分 還要來關心到的是 時事評論員黃創夏 他怎麼說的 他認為現在 我們不是外界都有一直在說 可能6月底指揮中心就要宣布解散了 那就是讓陳時中去參選吧 去走他的政治路吧 那他也說如果陳時中參選台北市長的話 這個確診死亡24小時之內火化這件事情 恐怕會重創陳時中在綠營的選情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就來幫大家統整了 其實不只是24小時之內火化這件事情 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 他的論調一改再改 不斷的來轉彎 這件事情引發了很多確診者 死亡家屬的不滿 還有就在於恩恩事件 也引爆了是不是有政治的攻防呢 這個背後到底是誰在操刀 當然我們都不認為就是恩恩事件 最主要是因為政治 其實恩恩的爸爸 大家站在同理心的立場 都是希望指揮中心 還有相關的一些政府 能夠給他們一個交代 也希望這件事情不要再發生了 還有在1922陳時中昨天 這兩天都有特別點到說 1922是沒有公權力的 這個部分也讓很多的民眾 還有像是在野黨認為 我都經歷了兩年的疫情 怎麼現在才來甩鍋呢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要來關心到了 1922橫向的聯繫 那對恩恩案件 那消失的143分鐘 當追問1922是不是有 應該要負責的時候 陳時中卻回說 1922是委託民營經營的 不具有公權力 恩恩的離開 讓各界先起討論聲浪 當時恩恩爸緊急打了1922 救命需求卻花了143分鐘才轉告 當大家問1922是否有責任 陳時中卻說這是委託民間經營 不具公權力 藍偉紅根本大甩鍋 藍軍開中砲轟指揮中心 一去委外把責任通通推向門外 甚至藍偉也發現 110年1922專線採購案 決標金額竟然高達3億5000萬元 藍偉頒出法條打臉陳時中 再看看當天恩恩爸媽的求救電話 也打了一一九晚間六點二十一分 消防局打給雙核醫院 但醫院一度無法收治 直到晚間七點零五分 消防局接獲雙核通知 可以收治才趕快派出救護車 一共有七名消防員 經手協助找床位 但是一九二二卻到了晚間八點 案件才通報新北市府 當時恩恩早已送到醫院 恩恩事件變成政治光防 也凸顯一九二二 橫向聯繫出現極大漏洞 指揮中心坦言要檢討 但命在旦系 百姓醫院的事支箭甩鍋 不見救命方案 記者綜合報導 針對指揮中心 近期的防疫政策 民眾黨的立委高宏安 他就表示說 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他在立法院總質詢 衛福部長陳時中 當時很自豪的說 覺得不會讓臺灣的疫情失控 但對比現在出現了極大的反差 而另外陳時中之前預估說 在六月十號疫情反轉 中天蠟晚報 郭正亮就分析了 陳時中的幻術與話術 我都知道他怎麼去圓晃 他一定說 我那時候在跟高宏安委員 是在討論Delta 不是Omicron 他一定這樣講 我跟你講他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 他六月十號緩轉對不對 你有發現確診數確實在變少 他講的是確診 我隨便他定 然後他又講說 黑數可能是兩三倍 這個議題為什麼不都起來看 然後他這個時候就跟你講說 那個不算了 我現在只看確診數 今天只有6萬8 比8萬要低 死亡怎麼不看 就是他就是這樣在跟你玩 換術嘛 對 隨時是 他根本就是 我跟你講就是換術 換術 我跟你講他那個防疫記者會 我跟你講我們的記者有個問題 因為我們記者也不想 不想被人家說你亂來亂的 所以都不能追問 好客氣 就是這樣 跟我們以前當記者 就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防疫記者會 坦白講大家也不是 像這些醫生 或者前機關署長等等 那麼專業 都一團合體 你如果去問一些專業者 他們真的是 都氣得不知道要講什麼 那現場 那一次不是講那個4萬通 1922打進去有沒有 人家公文發出去 是2萬7千通 到底沒有什麼 然後記者現場問說 陳時中部長說 公文是2萬7 你為什麼講4萬 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他就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你知道 當他今天的嘴巴講出來的話 是不一定可信的時候 那問題是 他們每天在那邊回答 那我們這些老百姓要怎麼辦 其實秀芳你要這樣去理解他 他比較像 美國那個阿扎爾衛生部長 他不是佛旗 結果他把他自己當作佛旗 在解釋疫情 一直有傳聞說 指揮中心將在今年6月底的時候 宣布解散 那行政院長蘇貞昌他說了 近期會開防疫會議來討論 並沒有對此正面的回應 倒是指揮官陳時中說 可能是外界想太多了吧 等到事情6月底發生之後 大家就會知道了 但時事評論員就炮轟說 疫情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24小時火化指引 喊了一個禮拜都出不來 陳時中是不是一心只想選舉呢 分土疫情還處在高峰 死亡潮連三天破紀錄 連指揮中心的專家都評估 疫情至少要10月才能平息 現在卻外傳指揮中心6月底 可能就要收攤 我們會在近期召開防疫會議 會由指揮中心對外宣布 相關的進一步的作為 蘇貞昌話說的模糊 連指揮官陳時中 這答案都給得很曖昧 可能想太多了吧 可能6月底大概事情就發生了 大家就會知道 我目前是沒有在考慮這個事情 6月底會發生什麼事 難道答案呼之欲出 眼看西官致死率達千分之1.05 突破陳時中防線 近期指揮中心要求 24小時火速燒掉新冠遺體 民怨衝天 喊要火化指引 該怎麼做 指揮中心就是講不出 難道真準備等6月底兩手一攤 什麼都不管 那到現在基本上 他就是要清理戰場 他要走了 拍拍屁股 完全是不要臉 坦白講 他基本上過去兩年來 就是一個借人司令 這個其實就是 蘇貞昌跟小英就擋在他後面 出了事就是由他來負責 陳時中好像完全放飛做自己 就是他在記者會上完全就是 你問什麼問題我就隨便亂回 陳時中就是那種當兵破百的老兵 老兵皇帝大 那難怪他坐在那邊 什麼都不管 話傳目前民進黨內意見分歧 台北市長誰出現 到底是6月下旬或8月 未來3週可能是關鍵 如果要等到8月才讓他選的話 台北市他8、9、10、11 4個月跑得完嗎 以及他的仇恨值在台北市坦白說很高 疫情延燒民怨爆表 百姓只判執政者防疫能少點政治算計 將人民的痛苦哀嚎真的聽在耳裡 記者黃明堅李宜璇台北報導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全天後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8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2到3坪左右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迷你的水神烏滑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買 送水神一舉兩得